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早安 我是万经圣母圣殿道理班的小朋友 早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圣言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节 有一天耶稣在某处祈祷 祈祷完了 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吧 就像洗者若汉教给他的门徒一样 他对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要说 父阿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每天是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所有 欺负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文 天主经是最纯美完善的经文 也是我们常常诵念的经文 我们要常常怀着一份深深的敬畏之心 来渴望与恳求天主 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天主的滋养 现在我们要以天主经来向天主祈求 祝我们的天赋 祝我们的天赋 愿你的名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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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你的过来历 愿你的质疑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求你今天 传给我们日用的适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 免于修了 阿们 耶稣加油站 祝大家平安喜乐